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国王自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王 他其实是巴西的一位艺术家 这位艺术家最为喜欢的就是设计和制作自己的沙雕艺术品 尤其是沙雕城堡 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在22年之前 这位艺术家在一个沙雕附近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城堡 当然 所谓的规模宏大也只是和其他沙雕作品相比之下的概念 它的大小只有三平方米左右 但是由于做工细致 设计用心 很快这件艺术品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好评 不过好景不长 由于制作材料的限制 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 都会对它的这座城堡造成巨大的损坏 也许是舍不得自己的城堡遭到这样的厄运 每当这座城堡遭到破坏之后 这位艺术家不仅不放弃 甚至还会努力地对它进行修补 没想到 这一活动竟然持续了22年 到了今天 人们仍然可以在这片沙滩看到它的踪影 为了保护自己的这座城堡 它几乎每时每刻都待在这里 而它的生活所需 也是依靠游客们的打赏和救济 也许是20多年持续地制作和修复 让它建造沙雕城堡记忆变得越发高潮了 在修复过程中 它经常会改变自己的设计风格 而这也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座 造型独特 细节繁复 且专属于它的城堡作品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艺术品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